跟著音樂左搖右擺 中國抖音歌曲柯木三 紅遍兩岸 現在就連台北市零下觀光夜市 都搶著跟風 商城理事長帶頭練起舞雷 搭上話題吸引年輕人 宣布舉辦柯木三舞蹈比賽 但這活動海報一發布 立刻被罵翻 網友諷刺是武統台灣 跳舞的舞 丟臉到無法再推薦零下夜市 給外國朋友 認為活動無腦差勁 甚至要抵制巨滿 告別地瓜球 所以說當今的政府要很小心 民眾態度兩極 零下夜市是國際觀光客最愛景點之一 大選剛落幕 兩岸確實敏感 熱鬧的活動 遭引更多的一個客人的人潮 那無可厚非 是不是可以把題目更換一下 會更好 畢竟現在我們正處於他們 所謂的認知作戰的手段裡面 中國流行 講萬安輕鬆看待 只不過美國流行天后泰勒斯 日前傳出 世界巡演有機會在台北大巨蛋開唱 如今確定破局 有點可惜 但我們還有機會 我們會持續爭取 Taylor在下一次的巡迴演唱 能夠到台北大巨蛋 成為他其中的一戰 市府不放棄 爭取國際巨星 只是小天后確定不來了 粉絲這回只能忘遂 這個抖音的威力有多大 瑞德哥 現在人家問到科目三 很多人都不敢說沒聽過 怕被說不夠年輕 來瑞德哥怎麼樣看 我倒覺得年輕不在年紀 年輕在腦海裡面 為什麼呢 因為很簡單 你說你怕科目三幹嘛 你幹嘛怕科目三 為什麼 請問他會比當年的 馬卡尼納紅嗎 他會把他會比當年 韓國的鋼南斯大紅嗎 對不對 但是現在鋼南斯大在哪裡 然後現在馬卡尼納在哪裡 對不對 流行都一陣一陣 那是一陣一陣的流行 倒不是這樣的 那個尤其是音樂的舞蹈的這些 要小心的是什麼 要小心的是零下夜市他把這個東西當作他的一個宣傳的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啊 要小心的是這個 那是他們比賽的主題 他如果把他當成零下夜市第一屆零下杯台灣街舞大賽 我都聽起來就不一樣了 對不對 你知道很多我相信很多的這個相關的年輕人啊 還有很多的舞團 我女兒也是二十幾歲 他們也會在跳這種年輕人的街舞啊 所以Rap啊等等啊 那如果你把他改成這樣的話 我相信吸引力就不會那麼局限 那麼你科目三聽起來就好像只要吸引中國的觀光客 那現在根本中國還不讓他的觀光客大舉來台灣嘛 講白了就是這樣嘛 很多人都在罵說是台灣不開放 拜託一下 以後二零一九年的八月一號 是中國下令不讓他們的團客 後來連那個個別的自由行動都不讓他們來台灣啊 所以不是台灣的問題啊 台灣現在跟世界開放 我們現在一大堆的朋友都在日本 對不對 我去年底也去日本到東京看那個銀杏花啊 對不對 所以我們去日本人比日本來台灣的多 為什麼 因為日幣貶值嘛 所以去日本開日票 好像覺得那不是錢那種感覺嘛 對不對 那你要吸引人家 你現在台灣要吸引人家來 請問你觀光局交通部你做了更有些有做了什麼東西嘛 現在只不過說什麼換護照 五千日幣 我告訴你 那個沒有辦法真正吸引人啊 我講坦白那個吸引不了太多人啊 你要有更新的腦袋 你要去想要如何讓他們觀光 願意來到台灣那才是一個歸根結底嘛 講到交通部順便再提一下選舉雖然結束了 但交通部那個很嚴苛的祭典一定要改進 不能按道你本來要黑白來黑白不你知道嗎 一直叫我妹 沒有錯人家要身佛人家 我講坦白的沒有嚴重到那樣的一個程度啦 我們台灣就是過於不及嘛 本來是行人地獄對不對 現在變成駕駛地獄 現在所有的車子幾乎綠燈都沒辦法右轉 為什麼 因為一個人從那邊過來 所有人不敢動 太靠近六千 看你不會送我跳在旁邊有沒有 三公車裡面現在都叫科技執法 台灣好好笑 最落伍的一個方式用錄影帶去錄的方式 給你弄一個本路段實施科技執法 什麼科技啊 最落後的東西不能用這個東西啊 就好像去弄那個所謂區間測速一樣是錯誤的 這些都應該要洋氣都要廢除啊 不是你交通不亂推 然後就應該這樣弄 一個這個所謂的這個相關的這個祭典制度 為什麼會讓大家那麼憤怒 包括既然說司機大家安身 嬌生載道等等啊 交通不自己要去這個反省檢討 不是什麼東西你都對啦你知道嗎 所以呢事實上這些都跟民怨有關係 跟人命的需求有關係嘛 那講到這個抖音 你進得了他嗎 你進不了他 但你明知道像現在這次做票 多少是用抖音在放這個假消息 你沒辦法進他 那你要想一個辦法對付他 就是這樣 你進不了那你要對付他 你要對抗他 你有沒有嘛 政府要去想的是我如何去 如果他們用這種方式造謠的話 我如何去對抗他 網紅 網紅對網紅造謠這個做票對不對 他可以造謠完以後 一走了之 或是再給你寫一個澄清稿 不是這個意思 你叫台灣是沒有政府嗎 以前會不會這樣做 以前不會到那麼離譜的地步啊 以前的人做事情會有個分寸 現在沒有啊 因為你不夠強硬 中選會太慢太懦弱 多少人在罵中選會啊 我想坦白的 所以中選會要反省跟檢討啊 還有忍不住要問中選會啊 那個四項公投都已經結束了 當時 當時有發起很多的那個公投 結果國民黨裡面有每個公投 都有一萬多個人是幽靈都死掉的 那個人啊去連署 前問到底查得怎麼樣 我不知道 沒有人給我們一個答案 幾年這樣 對不對 所以呢 政府要政府要是一個強而有力的 而不是一個好像都我們每天都在幫他這個反省 跟檢討一樣嘛 選舉結束啊 但是真正面臨的危機才剛開始 不要小看這個短音 這個所謂的短影音這個東西啊 為什麼 因為現在年輕人 他們很多都是用看很短的 那像我兒子女兒 他們會來問我 然後我們跟他討論 那但是有些不是這樣子 有些年輕人同才他們會談啊 我有時候到這個西式素食店去的時候 聽隔壁的年輕人在討論 我非常的訝異 為什麼 他們講的東西是他們在討論很熱衷的東西啊 我跟你說國民黨跟民進黨都要深知檢討 你為什麼給這個假的東西有沒有 然後一直傳一直傳 像作票 他們最近在傳那個作票 你如果不趕快提告 你說沒有辦法告嗎 誰說不能告 一本六法全書多的是社會秩序維護 跟相關的法律妨礙民意嘛 那你沒有用強而有力的動作去反擊的話呢 他就不能講 一開始是講作票 一開始講說 哎呀 這個票鬼裡面可能有夾長幾張票 後來變成有幾百張票被偷了 不是剛好有個人偷了兩百張票嗎 然後現在講到後來已經坐票百萬了 再繼續下去就坐票兩百萬了 搞不好阿伯就翻盤了 你知道嗎 所以你如果不趕快遏止這樣的行為 你要去想辦法 你不要跟我講說 國安單位掌控國安單位沒用嘛 國安單位的作用等於零嘛 在網路上面毫無作用嘛 你的數位部在幹什麼 我都不知道數位部你在幹什麼東西啊 你知道嗎 唐鳳你在幹什麼東西啊 所以呢事實上呢 這些東西都必須不是只有詐騙而已啊 詐騙連侯友宜當警政署長的時候 都沒有辦法解決啦 但問題是我們就必須要修法 必須用各種方式來惡辱他嘛 那面臨那麼排山倒海而來的這種 中共以前在胡錦濤時代花錢買台灣 現在用這個網路 網路這樣抖音那無而無而對不對 不要小看 當小朋友都會這樣跳的時候 跳沒有什麼 就是個舞蹈 跳久了以後 那個舞蹈裡面藏的東西就出來了 慢慢慢慢洗腦有沒有用 當然有用啊沒有用的話 那柯文哲怎麼會得到三百六十九萬票 我們的政府真的對這些抖音啊 這些影片這些完全沒辦法嘛 這個崑城委員 因為這個自從選完之後 不管是網紅帶風向啦 說有做票啦或是抖音 哇很多人傳一些剪輯過的 這個影片好就是質疑啊 阿伯是怎麼輸的 是被做掉的 好那像這個程大老師就說 像這種抖音是真的是中國資訊戰的工具喔 那民黨政府如果再不設防 認為管抖音就會影響言論自由等等 那接著是不是等著亡國 當然是說得很嚴重的 可是你從這一次的選戰當中 抖音就扮演著很關鍵的角色 這次的選舉 很多這個假數的訊息都是在抖音 那大家都知道說抖音的這一個 最後的出資者就是中國嘛 不管是抖音Ttoker 他最後的那個金主就是中國 所以這個抖音變成是中國在那個 戒選的一個非常有利的工具 但是我們的政府就沒辦法要怎麼辦 對就是說這是很多的這一個 作票的這一些假的訊息 或是作票的一些影片一直在抖音 大量的流傳 還在流傳 是不是還在傳 我就覺得說 那我們的中選會 我們的政府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就是說我們不會去干涉 比如說好他剛才那個什麼 柯木山那些 我覺得那就算了 反正就是一個流行的文化 但是說如果是像這種 作票的這一種假數訊息影片一直在流傳 一直在轉的話 對於臺灣民主傷害是非常大 那目前為止我看不到說 政府到底拿出什麼的魄力 來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說在美國有很多州 他們認為說這一個TikTok 他們有這個資安的問題 所以他們就禁掉TikTok 所以不是說抖音或是TikTok 你沒有辦法管 就是看你要怎麼去管 那像說這些作票這些影片 目前一直在傳 第一個傷害臺灣的民主嘛 就是說現在中國就是用臺灣的民主 來傷害臺灣的民主 還在問說 對就是說你看嘛 臺灣有民主又怎麼樣 都是作票 都是作票的民主嘛 那就不是民主 可是這對於臺灣來講 影響非常大 很多外媒都說 這是臺灣的選舉公民 是公開公正透明的 亮票機票上票 這些外媒都覺得說 稱讚臺灣是一個民主成熟的國家 但是這些短影片 就是在流傳說 這個不曉得要怎麼樣剪接的方式 就覺得說我那個選區也有啊 我那個選區也有 就是說明明是在唱 這個立委候選人票 然後他覺得說 為什麼一號的這一個 柯文哲票數都沒有劃上去 這也是一個錯假訊息啊 那所以說我認為政府要拿出 要拿出魄力要出來管 因為這些已經傷害到臺灣民主 而且讓我們的下一代 讓這些年輕人就覺得說 原來這個 這個過去是國民黨作票 好像民進黨也會作票 只有阿伯不會 對阿伯想摳勞 然後又給年輕人留下這個印象 但是實際上這完全沒有的 所以我認為說 政府要拿出魄力 你必須要去管制 這些有問題的假錯訊息 在過去是在臉書 現在是在這個Titchalk上面 大量人生流行 那如果說完全 你對這些假錯訊息 都完全沒有辦法去管理的話 我認為說民進黨 你未來能不能執政這個問題 但是對於臺灣民主 傷害是非常大的 這一次我們的選舉 已經結束了 而接下來是2月1號 國會龍頭要改選 傳出國民黨現在鎖定的 就是韓昌配的方案 什麼韓昌配呢 就是韓國瑜搭配黃國昌 等一下回來 一起來看